9月4日老文节长周末 温哥华波兰节在北温哥华的造船场举行 这是由北温波兰协会主办的一年以后的活动 是在庆祝温哥华北岸社区的文化多样性 让人们了解波兰的文化、传统和艺术 享受传统的欧洲美食、民间歌舞 节日以波兰音乐、歌唱和民间舞蹈为特色 歌舞团体包括来自温宁国的波兰民间舞蹈馆 市外有各种美食摊位 包括烤香肠、糕点、波兰啤酒 有儿童戏剧表演、工艺品、面部彩绘 气球动物和游戏 还有彩票 所有收益都将捐给乌克兰难民救济基金 市内有波兰文化展示 以及各种供应商一共出售的波兰T恤和配饰珠宝 艺术品和吉他手工艺品 其中也有乌克兰供应商一共的摊位 虽然当天下着小雨 观众冒雨观看演出 热情仍然很高 毕竟不用图国门 就能直接接触到东欧本话 这就是温哥华居民的福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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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静谡少年 宣优里熟 不是温哥华居民的福利 焦 사용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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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